我们今天给大家讲基础三十奖的第八奖 这里头呢就是整个从一元函数积分学的内容开始了 我们前面这个大家知道的 整个的高等数学的分测就是咱们讲 第一奖呢我们讲的是基础知识或者叫预备知识 然后的话呢第二奖第三奖我们分别讲的是数列极限和函数极限 是吧就是整个维基分的极限工具 然后呢四五六七我们第四奖是什么 第四奖讲的是一元微分学的概念计算 对吧然后呢五六七是讲的一元微分学的应用 对吧那它的应用呢分别是在几何上的应用 和逻辑证明的应用 包括中之定理这个然后是什么样 零点问题和这个什么样 微分不等式问题 这是它的三奖应用 所以从总的说来的话呢 这个大家知道啊这个微基分里头啊 在微基分里头我们主要的呢就是这个框架上来讲 第一个呢我们先是讲它的概念 对吧就是一般说来啊一个体系一般是这样一个概念嘛 概念当然就包括它的性质了是吧 概念是推性质的啊我就不用再啰嗦了啊 概念包括然后它的相关的重要性质啊也就是一堆啊 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计算 相关的计算是吧 你比如说我们在导书里面 一元微分学里面就讲导书定义 微分定义以及相关的性质是吧 然后讲导书计算微分计算 第三个呢就是讲它的应用 对不对 这个应用呢主要是这样几个方面了 一个是几何方面的应用 一个呢是逻辑上的应用 对吧就是包括几何上的 一元微分学的几何应用 我们主要讲的是导书性质 对吧 然后呢一元微分学的啊 这个逻辑证明和应用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三大证明题了 中置定理问题 零点问题 也就是方程根的问题 是吧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微分不等式问题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一个这个微分学的啊 就要涉及到微分学的这三个 一二三 积分学也是的 我们讲一元积分学的概念 和性质 一元积分学的计算 是吧 还有这一元积分学的应用 那么一元积分学的应用呢 我们也是涉及到这几何上的应用 是吧 然后涉及到这逻辑证明 明白吗 主要是这样的 这是从公共部分来说的 是这样的 其实呢 这个呢就涉及到这个八九讲 第八讲 第八讲啊 第八讲 我们就讲的是 一元微分学的概念计算 大家看啊 这就在这是吧 我们看一眼哈 一元微分学的 你看 我们就叫做一元微分学的 一元积分学的概念计算啊 这是我们说的 这一块 概念计算 然后应用的话呢 就是九十了 九和十 两讲 九十两讲 九十两讲 第九讲讲的是几何了 因为这个内容是 你看一个第八讲就相当多啊 就相当多的内容啊 这个待会我们详细来说 那么第九讲呢 讲的是几何应用 第十讲呢 讲的是积分等设和不等设 实际上这个九呢 现在是 在这个微分学应用的 对应的几何应用呢 是第五讲 你们可以回去翻书看啊 对于第五讲 然后我们这个十呢 就相当于是对应着的 对了 第六第七讲 六七讲呢 都是中之定理等式不等式 我们知道的第十讲 涉及到积分学的等式不等式 当然这里面也有涉及到 积分的中之定理问题 所以我把这个体系 跟大家说一下啊 就整个高等数学上册啊 就是这样的 我们前十讲 是高等数学上册 那么高等数学上是主体呢 除了基础知识 第一讲的基础知识 第二讲和第三讲的 数列极限 函数极限之后 那么就是说 微积分嘛 微分学 那么就从四到这个七 那么积分学呢 是从八到十 就这样的情况 整个的呢 高等数学上册 就是我们怎么说呢 应该是微积分里的基础之基础 重中之重 是吧 实际上高等数学的 大部分难题 都出在最前面的 十讲里面 那你不要看后面 我们还有十一到十八 那十一到十八 它往往是怎么样 是一些程序化的 套路子来出题了 那去不像前面啊 这个里面的这个 这个题目的深度啊 这个 这个 难度嘛 这个缺分度 历来考试 前十讲都是很难的 都很难 所以同学们呢 一定要把这个 前面的这个基础啊 要打好它 要打好它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给大家整体框架啊 我介绍一下 那其实呢 这里的还有一个小细节 我要说一下啊 就是我们在这个 第十五讲和十六讲里头呢 其实是给大家穿插了一点东西的啊 回头呢 我们再翻啊 这个现在我们不说 第十五讲十六讲呢 我们会把微分学里面的 这个数一数二数三的单独考点 数一数二和数三的单独的 这个叫做 我把它叫做专题的内容啊 我们会整理到第十五讲和十六讲去 你比方说啊 我们在十五讲里面会涉及到什么 就是微积分应用里面的数一数二所考察的物理应用 那么十六讲会涉及到微积分的应用里面所考察的什么 对了 这个经济应用 这个呢 我们就分到十五十六去讲 有些人会发现 哎 你讲积分学里头的应用 是吧 讲讲的那五零用在哪里呢 你九十讲的没有五零用 好 大家到十五讲去看 所以我们这个体系呢 是很完整的啊 体系统认的 然后就经过十一讲 多元微分学 十二讲二中积分 然后呢 到十三讲 我们也在文方程 十四讲到集数以后 我们把公共内容讲完以后 我们就进入十五十六 那十五十六是把 大家学完所有的公共部分啊 觉得前十四讲是公共部分学完之后 那么我们就单独累了十五讲 那就把数学二的就结束了 再加上十六讲 数学三就结束了 然后最后的十七十八呢 是数学一的专题的多元积分学 和它的预备知识和多元积分学 这样整体来讲呢 这个高等数学的内容呢 就全部收完了 其实高等数学内容啊 实际上 你按说不多吧 它也不多 是吧 人家说多呢 大家看啊 要用十八个部分 才能够完整的把它讲完它 这个大家确实是要 好好地去准备的 是吧 好好的复习 大家说一下先哈 我插一段话 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 好 我们正式开始啊 好 我们正式开始啊 下面是第八讲 请大家打开书 技术三十讲的这个高等数学 分测的109页 我们来看一元函数积分学的概念与计算 这里面主要两条了 一个是概念 一个是计算 我们说过啊 在微积分体系里面 主要就是概念计算和什么各位 和应用 对的啊 所以应用的话呢 我们放在九十两讲去讲 九十讲去讲应用 我们这一讲呢 讲概念和计算 那么第八讲呢 内容是很多的啊 大家可以简单翻一下 从109页 我们一直到 147页 这个内容是相当多的啊 是相当多的啊 所以我们要细致的跟大家来讲 这样的两大块 一个呢 是概念 看技术学结构啊 一个是概念 概念里面呢 涉及到四块 叫做不定积分 定积分 电线积分 和反常积分 这个里面概念是非常深刻的啊 在研究的考试里面 我们这里的概念 不仅经常考五分小题 各位五分小题啊 2023考研啊 按照新大纲 2023也依然是按新大纲来出 它是什么呢 就是选择题一和填空题是五分一个啊 这我们的客观题的分值很高的啊 不仅有五分的小题 往往还不止一个啊 往往还不止一个啊 这五分不一定只有一个五分 是吧 而且甚至他可以考到我们的十分大题 或者十二分的大题 当然以小题为主啊 不是不能考大题的 十分的复制或者十二分的复制 都是有可能出现的 以前也有出现过 啊 以后大家做历年 真题的时候是会发现的 这一个概念 加上它相关的性质 就是相当丰富的各位啊 相当丰富的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非常重点的地方 我们再会详细讲 第二块的话呢 就是它计算了 这个计算呢 毋庸置疑 基本积分公式要求各位要做要要一定要做到怎么样 熟忍于心 这个要熟忍于心 倒背如流 对吧 基本基本秒记得清楚 那么你的导数公式一定不会错 因为导数的公式的逆过程 那这样就是积分公式 对不对 这个一定要把它把握好啊 基本积分公式 我们给大家总结了 我在基础三十讲中给大家总结的 是要求你背的 最起码要背的这些公式 是吧 明白意思啊 那么你需要 你觉得有些公式还需要再记 那是你的事 你可以再增加一些 但是最起码要背下 我在基础三十讲里面讲的基本基本公式表 好 接下来四大基本积分法 包括凑文法 和文法 分布积分法和有理和数积分 那么凑文法呢 在书上有时候也叫第一类荒原法 这个荒原法呢 有的时候书上叫第二类荒原法 我们讲到时候会给他解释的啊 我们最好就用凑文法和荒原法这两个称呼 这个是本质性的 这四大基本积分法 四大方法 四大基本积分法 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呀 是要达到登峰造极啊 登峰造极 炉火纯庆 你看我这个张老师这个文采啊 这个出口成章啊 出口成章啊 熟人于心 这个怎么样 这个倒背如流 这是公式啊 对于方法呢 我们要这个这个就是基本的 基本的能力 基本的方法 要达到登峰造极 怎么样 我刚才用啥词来着 我这个文采那么好 先生 这个怎么样 炉火纯庆 登峰造极 这个你们要把这个 好好的给他 这个拿下啊 一定要拿下各位啊 这部分的计算能力的 计算能力的强弱 会直接决定你考研的数学的总分 这句话绝不夸张 积分法做的好 你的导数绝对不会差了 明白吗 你导数也好 积分也好 你整个的数学计算能力 绝对不会差了 医院积分只要做的好 你到多用积分学的时候 你就多用微积分的时候 你就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所以这款呢 是极端重要的啊 各位第八奖啊 应该是我们学到目前为止 应该是最具有重要地位和挑战性的一奖 大家一定要把它做好 尤其对于基础阶段啊 基础阶段 多花点时间在一八奖啊 反反复复的来看 然后相应的习气呢 把它做好 好 下面我们呢 先来看概念啊 先来看概念 在概念的方面的话呢 四个概念 不定积分 定积分 变现积分 反常积分 从讲课的角度 也从大家学习的角度来讲呢 我们可以先学一和三 就是先学不定积分和变现积分 待会听过来就会发现啊 因为这两个是要有非常深刻的 考研这个角度啊 有非常深刻的联系 学完这个呢 我们再来学定积分 然后再来学反常积分 我按这个顺序来讲 好